一人肖敬腾去年遭黑道泼粪 案情一度指出是他的疯狂粉丝Yuki所指使 Yuki是日籍富商的独生女 从小在香港长大 因为喜欢肖敬腾 除了砸千万资助 还买下跟他同社区的房子 甚至自己煲汤送到他家门口按电铃要给他喝 肖敬腾不堪其扰出面反击后 恰恰发生泼粪案 当然不免令人有所联想 涉案人士之一被逮捕后 甚至供出是Yuki所指使 惹出案外案 印山有记本人在这个案子的侦查过程里面 一直是以证人身份来出席的 去投资 松窩汤 就是做了这两件事情 大众感觉我是疯子 他特别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其实所述内容跟过去并无不同 当记者忍不住问道 既然如此为何不等判决结果出路后 再一次性地澄清呢 他则说 我是一个观众我喜欢看 比较大家都喜欢开心的形象 有个艺人出来 我觉得肖敬腾他太多官司 他四十分别太好 他们也很喜欢炒作戏 有在看有关于自己的神经方面的一个疾病 其实他吃的药物 看起来不像是一般人在吃的一个药物 YES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导